至於留在香港的小廚上 就準備去上甜品堂 這次星級導師 是一位笑容甜美的美麗媽媽Suki 她近年修讀藍帶廚藝課程 在她大獻身手 壽司很漂亮 對, 全部都是Suki姐姐做的 一起跳上Suki姐姐 Suki姐姐… 你喜歡做日本料理的食物嗎? 其實在日本料理 我上兩個月去學做的 其實之前先學做法國料理 甜品 今天教我三位小朋友 做抹茶梳乎尼 小廚神應該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你有很高的球之肉 而且你要不斷實習、練習 好, 三位小廚神 現在姐姐姐會做抹茶梳乎尼 你們一邊跟著做, 一邊跟著學 好嗎? 好, 首先第一個步驟 掃一些已經放在室溫的牛油 我們就拿一點糖 放進去 我們要把糖平均地分佈在瓶上 稍後焗的時候 梳乎尼就會升得比較漂亮 不會捉住它 做甜品步驟真的很多 星級導師Suki很細心 清楚地把每個步驟示範出來 小廚神也很留心聽書 其實做甜品的秘訣就是分量越準 而且每個程序都要做到足 不可以偷工減料 技巧也很重要 好, 接下來這個步驟 就是今天你們最大的考驗 就是打蛋白 我們要加一點鹽 打蛋白的時候 最重要是確保容器沒有油, 不會很髒 否則蛋白怎麼打也打不來 還有… 很厲害 聽我懂嗎? 今天我主要教大家做抹茶 抹茶底的Hester已經完成了 剛才的蛋白先將三分之一放在裡面 好, 之後可以再放三分之一 但這次我們做就要有一點技巧 不要讓它弄得走空氣 幻想一下Cindy, 她現在在台灣… 你很疼她 你嚇死了 好, 然後我們可以把 食材的餡料放進鞋子裡 記住, 差不多滿了, 九成半滿 好, 六分, 齊了 我們可以先做六個 這個時候你們就可以做你們的 我在家裡做甜品 但也失敗了, 所以我希望這次做會成功 我之前也做過甜品 我打算一會兒就可以嘗試 將不同的味道配搭 我覺得做收拾, 最難是分蛋白和蛋黃 因為蛋黃很容易裂 所以經常都掉進碗裡 可以了, 來, 過來… 我先拿出來 好,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灑糖粉在上面 剛才你看到他們現在做三分之一 你覺得他們暫時的手勢做得如何 我覺得Vergus做得比較像 像嗎? 因為我看到他們那邊, 兩個小朋友 很用心做, 但也有點蝦蝦 努力做好自己的梳乎梨, 行不行? 行… 加油… Nicolle Fergus很專注地做自己的作品 亦發揮創意 嘗試去做出新口味的梳乎梨 入焗爐了 我的甜品叫做亂七八糟 跟我的性格一模一樣 我在家裡也被人稱呼為亂七八糟 我上次用了朱古力醬 七彩顏色的朱古力碎和杏仁片 我的作品叫做《七彩繽紛的世界》 我覺得開心, 眼前所有東西 都是七彩繽紛的, 都是很漂亮的 有兩杯紫薯加綠茶 因為我覺得顏色可能會漂亮 所以我就混合它 而且想嘗試味道 三個加起來是怎樣的 因為我生目中的意大利的裝飾 是很七彩繽紛的 我最後想到這個裝飾 我覺得我⋯⋯能看到這張裝飾 走樞黏的